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回报 在历史的洪流中 他心里失去了平衡 感觉党给的任务不但辛苦而且危险 付出太多 得到太少 于是思想上开始了自我放纵 并起了变化 1932年底 苏承德前往南京 动头靠了中统的前身 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 并利用手中掌握的地下党情况作为见面礼 获得了赏识 苏承德被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域行动估估长 给党的地下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 后被提升为特工总部行动队总队长兼看守所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苏承德投降了汪精卫 并成为了汪精卫任命的伪中央委员 特工总部第四厅厅长 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 清湘局局长以及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 苏承德做起了侵华日军忠实的英权爪牙 日本投降以后 藏匿于上海海哥路540号的苏承德遭到了逮捕 被关押进了提兰桥监狱 1947年7月 上海高等法院对苏承德判处死刑 在此七点 苏承德一直在谋求上祖父审 企图利用自己曾经为总统立下的汉玛功劳死里逃生 当负责刑刑的法官问苏承德 有什么话需要留下的吗 苏承德表示并没有什么话可说 对于家属也没有什么遗言 只是对家属未来的生活表示了一丝担心 接着苏承德开始了对自己行为的狡辩 几年来 我为拯救伦县区人民的痛苦 才出来替他们服务 想不到今天遭遇到如此的下场 现在要将我执行死刑 的确使我遗憾终身 不过我的内心倒是很平静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民族的罪人 法官等他说完以后 对法警表示 是可以行刑刑的 苏承德在行刑前要求法官准许将他的手铐取下 并表示自己也逃不掉 法官正色地告诉他 这是国法 并不是怕你逃掉 苏承德无奈地只能跟着法警走向了刑场的尽头 随后法警要求他坐在事先安置好的一张木椅上 然后从后面 对着喷脑的就是一枪 叛变革命的三姓家努 投敌卖国的汉奸走狗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